好的朋友们在接下来呢 我们的五件新闻也快关心 首先我们先关心的 这是来自休斯顿的消息 我们先看一下 即将要在11月5号要投票 那么10月21号开始是early voting 现在在Harris County的Astronaut 太空人尽管还被困在太空中心 在太空中在那个投票时间 他们还是计划要在 2024年的选举中 他们要参加投票 我们德州是在1997年 第一次通过了一项法律 就是允许太空人 可以在提前投票期间 或者是在选举日当天 在太空中投票 难得哦 再来呢我们看到BP 这个是British Petron 在这里呢 随着石油产量的增长 现在这家叫英国石油公司 BP他们将会要把我们休斯顿的路上 风电业务买出去 这家公司说目前BP Wind Energy在美国运营着10个不同的站点 而目前所有这些站点都透过 位在我们休斯顿的指挥中心在进行的是远端的操纵 好朋友们 这是关于在这个休斯顿的新闻 下边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呢 国际卡车司机公会全国总会是宣布总会中立 在今年总统大选是不会为任何的候选人背书 而多个战场州或者说摇摆州的分会 则纷纷的宣布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贺景丽 在其中包括了宾州 Nevada Michigan以及威斯康西 这些不同的分会都表示 他们会支持和警力 那么将会有利于民主党方面的这个选票的争夺 除了密西根分会之外的话 宾州 威州 Nevada的工会同样都决定 做了支持和警力 分析说呢这些州都是关键的战场州 那么在城市方面的话 纽约市 费城 加州 长滩 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的地方分会和非洲裔 还有部分退休卡车司机 同样发生号召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支持和警力 好 下面呢我们看到政府会不会关门 很难讲 现在呢参众两院的共和民主两党议员 已经环绕拨款争议开始谈判 也有议员透露共和党人 倾向要把拨款案的时效缩短一半 那么让行政部门能够运作到12月底 同时不再要求民众登记成为选民 或者投票时出示公民身份 消息形容新的提案仍然还是有许多的细节 等待敲定就像这个财政年度支出是否会有变化 是否把政绩天灾的紧急援助纳入预算等 国会幕僚预计众院议长迈克扎森可能会在22号公布详情 等待数天让议员们审阅之后可能在24或25号就会表决 也有共和党议员希望众院能够尽快的通过拨款案 避免民主党控制的参院拿个节足先登 而导致众院共和党人被动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是关于社群媒体 现在FTC联邦贸易委员会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批评多家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串流平台 推行的是庞大的计划采用大规模监视用户的策略 暗中记录网民的行为模式 而把资料整理成为广告数据 为谋取暴力严重的危害了用户隐私 而且还没有妥善的保护未成年的网民 在超过100页的调查报告当中 FTC详细列出了这些企业 包括了Meta、Amazon、YouTube、Facebook、Reddit ByteDance、Snapchat、Discard 以及后来改名为X的Twitter 他们如何整理数据推送内容 售卖广告 以及如何追踪记录网民的行为模式 利用信息把用户分类提高广告的精准度 而在这样子没有妥善保护未成年网民 同时谋取暴力严重的危害了用户的隐私 下边我们看到根据媒体报道 这个是北卡的共和党州长的候选人Robinson 他在2008到2012年期间在媒体发现 曾经浏览色情网站 并且以Mini Soldier的账号留言 而且以Blackness就是黑纳粹字居 他声称支持国家恢复奴隶制 而个人癖好方面Robinson则形容自己喜欢观看 变性色情电影 与人分享色情故事 但是这一些媒体披露了以后 这位北卡共和党州的候选人Robinson则称 外界对他的连串指扣都是不实 而且他也不会因此来放弃他角逐 接着我们再来看对于学生贷款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是乔治亚州的联邦地区法官 现在裁定要延长对拜登政府 学贷减免计划的禁制令 而教育部需要再度的推迟措施 在现在这个禁制令阻止 拜登政府豁免部分年轻人偿还债务之后 法官也在日前裁定 原有禁令会延长14天 根据时间表 美国教育部原定10月公布减免计划最后阶段的细节 这次受到法律的挑战之后 日期则无可避免的又要往后推迟 估计全国受影响的贷款人将会超过2500万 好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在我们今天的五间新闻 后面就要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也谢谢您的收听 在下边的节目带给大家 以前这两个讯息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别错过了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孚阳光长者活动中心 就在9月22号 这个活动就是美孚基金会 特别为朋友们安排了一场完全免费的温馨的活动 庆佳节赏中秋 这是月满人员共赏佳音 时间是在9月22号这个星期天 就在美孚阳光长者活动中心 下午3点到4点半 因为座位有限 也希望朋友们赶快报名 也会在现场会可以见证到一年一度的特账儿童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这一次的温馨活动 美孚要邀请朋友们 你和你的家人一起与休士顿的音乐家们 共享一场充满了欢笑和温馨的时光 就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3点到4点半 地点就在美孚阳光长者活动中心 欢迎朋友们直接电话报名 713-988-2843 713-988-2843 或者你也可以到德州中文台的网页上 你可以直接看到相关的活动的讯息 同时有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 好朋友们 下边的节目别错过了 我们也快收听 对不起 我们下期再见